说到了大陆现在是不是已经要全面的备战 说到了解放军备战 那主要我们看到香港的一篇媒体 它的这个报道里面呢 标题看到就是这两个字备战 怎么说呢 因为最主要是谈到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他最近做出的工作报告里面呢 他谈到军事的时候 报告当中频频提到备战 说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边斗争边备战 备战 另外还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还有加强重大任务战舰备统筹 这谈的也是备战 但是呢跟过去的报告比一比 比方说2022年提到的是全面深化练兵备战 2021说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2021又说全力加强练兵备战 那么提高实战化军事训练水平 这是在2019年提的 那么在过去来看 提到备战频率并不是很多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一次 不过如果按照这个香港媒体 这样子的分析的话 我就请教赖老师了 到底这样子的去强调备战 是不是已经显示出 这个大陆解放军备战的必要性 急迫性 而且是准备要对美国要放手一搏 就诚如这个标题讲的 放手一搏的最后一公里呢 我们多次的在我们的节目中 一直在强调 解放军这个刀 这把刀已经炼完成了 现在要找刀来试它的锋芒 那要找什么刀来试锋芒 当然要找比较强的刀来试锋芒 你找一把弱的刀来试锋芒 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要找最强的刀来试这个锋芒 才能精进自己的战绩 对那如果说一试的时候 有问题没有关系再锻炼 那等到有一天再打造 打造成为一支 这个所有的刀刃都能够 那么迎锋掌断的 这样的一把利刃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真本事 那现在要找谁 当然要找这个最 对中国最挑衅的 最不礼貌的 对中国大陆最挑衅 最不礼貌 而且一直把中国当敌人 而且一直煽动别人 来跟中国大陆打一场价 那别人打一场价 其实坦白说都小儿科 你说跟印度 赤手空拳 可以活活地打死你二三四个人 所以这个问题都不大 对日本 也不用看他眼泪 菲律宾那根本不用理他 重点就在于美国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的 这一把刀 要好好的练他一练 我觉得实际已经成熟了 因为从实战化的演练 到士兵实战的演练 然后解放军 其实我相信 其实解放军 大家都想试一试伸手了 因为已经到了 应该要试一试伸手的时候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李克强总理的 这一次的一个报告 谈到了就是建军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这个底气跟自信 已经相当的充足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在南海的问题也好 在两岸的问题也好 那么甚至在东北亚的问题 美国如果要再挑衅中国 或者要介入中国内政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解放军是会有余出手的 一点都不会有余 而且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而且绝对不会按照美国人的节奏打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中国大陆已经有这个底气 也就是是该出手的时候了 也该让全世界各国 看看中国解放军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秦刚在这场记者会当中 也谈了很多 赖老师比方说 他谈到美国声称要竞赢中国 说是要竞争竞争竞争赢过中国 但是不寻求冲突 但事实上美国所谓的竞争 是全方位遏制打压 根本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然后美国一直说要给州美关系 加装护兰又不发生冲突 但事实上就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这办不到 那么如果美国不踩刹车 继续这样狂飙 而且是在错误的道路狂飙 再多护兰没有用 就是会翻车 所以他等于是在什么 他等于是一方面他打脸了拜登 因为拜登说我们寻求竞争 而不是冲突 是吗 秦刚就这么回你 你根本就是要来个你死我活 布林肯则说 美中关系要设置护兰 确保竞争不会造成误判或冲突 请问有吗 现在根本就是有冲突 你还说什么护兰 你的护兰根本是假的 好 赖老师 我没有要自夸 因为我做的自己的视频里面 有多次的谈到有关于这个竞争的定义 是谁在定义 那也就是说美国提出竞争这个字 但是它的定义也就是它的内涵是什么 它的内涵根本就是把你当敌人 也就是说你要把我当竞争对手 我把你当敌人 这就是我的竞争的定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双重标准 为什么 因为秦刚已经讲得很明白 你就是要搞得你死我活的斗争 那事实上这是针对于对手 对敌人才会这样做 那你嘴巴对外讲出来是说 我要竞争 我要用一个这个基于规则的什么国际秩序 都是你嘴巴在讲 那这个规则国际秩序都是你嘴巴讲 为什么 因为规则你随时可以改 国际秩序你随时可以把它推翻 那问题就在于 所以它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也就是如果是竞争 那就是两位选手 在起跑点上各跑各的 最后比赛谁跑得最快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不是 美国就一直给你死拐子 给你死判子 然后让你没办法跑 然后要不然你把你搞到你残废 然后被打进残障奥运 它的理由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美国就想办法把你弄伤弄残 然后把你逐出这个夏季的奥运 也把你逐出这个冬季的奥运 你只能到残奥里面来去比赛 我觉得对于秦康来讲的话 就是说美国你这一套 我们中国人看得很清楚 那因此你不改没有关系 那你不改 那我们就是用敌人的方法来对待 即使你嘴巴满嘴讲竞争者 我也满嘴可以跟你讲竞争者 但是你的手段就是敌人 我的手段也会是敌人 那你所谓的护栏是你满嘴讲的护栏 因为你到我们家来冲撞 那我也会告诉你 我也会满嘴讲护栏 但是我到你家去冲撞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就是你来我往嘛 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美军动不动就到南海 都到台海的话 那换言之那接下来就等着解放军 动不动也跑到美国的家门口去啊 目前解放军的海军比较困难到美国的家门口 除非跟委内瑞拉多米尼加 还有跟古巴等这些国家 建立非常良好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机制 那而且呢使用他们的军港 使用他们的空军基地 成为中国的空军基地 那这样的情形下解放军的舰队 才有可能长期的驻波 在那些地方 在加勒比海在美国的周边 不管是东岸西岸来进行演练 这是未来事不是现在事 那现在事是怎么样呢 你美国到我的家门口来 我就把你赶走 那我该怎么对你 我就怎么对你 那该怎么插状就怎么插状 然后该怎么 这个彼此之间中锋相对 甚至该开火的时候就要开火 那重点就在于 你逼着我开火的时候 我就会开火 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美国其实他也知道 他根本没有底气 因为美国玩不起 但是美国人喜欢虚张声势 那他的虚张声势的目的是 他认为这套方法 可以把中国人吓得住 可是问题就是 我如果胆小 我就会被你吓住 可是我如果胆子够大 我本事也够硬 我底气也足 我怎么可能被你吓得住 那你既然吓不住 你还要来吓我 我当然告诉你说 没这回事 那就比辟人间碰撞 碰撞到最后 看谁让掉 那如果你准备是要来吓我的 你根本没有底气 因为你根本没有准备好 要跟我来盖一场硬架 可是我已经准备好 给你盖一场硬架 那这样的情形下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定是美国跑掉 这个在南海多次的 美国的军舰 跟中国的军舰到最后 500米的时候 美国的军舰就跑掉了 过去一直是如此 那就是代表什么 也就是说当你要玩到 这么狠的时候 那你来玩看看嘛 我觉得这个 我现在讲话都是负责任的 也不是代表什么 帮中国大陆官方讲话 我讲的都是 在南海发生的事实 美国当初也是用 两个航母战斗群 在南海要挑战中国 中国三个舰队 压下去的时候 美国那两个 航母战斗群跑掉 这是不是事实 印太司令 你出来说话 这是不是事实 矮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